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红烧羊腊条 其实这个羊腊条是等于香港叫的羊腩 这里是大件的,我又没有刀斩开它 相当软软,很好吃的 希望大家喜欢,记得看影片前要订阅,分享,留言 好,马上去片 好,跟大家讲讲这个红烧羊腊条的材料 这些羊腊条有850克 这只羊和香港吃的羊不同 这里的羊就是绵羊,香港吃的就是山羊 这种做法会比较简单 即是同比做山羊 如果做香港的山羊,看我之前的羊腩煲 这种做法就是配合香港的山羊 这种绵羊做法就比较简单 只是将羊腊条做到飞水就可以埋锅了 接着冬菇有8只,浸软了 我就将它一开二 薑有3-4片,稍后用来起锅 接着香料,香叶有3-4块 辣椒干有5只,5只小的 花椒1汤匙 茴香1汤匙 肺皮有4g 放在脚上有2粒 另外有6只的枝竹 浸软了,我已经切了一段 待会将它一起炆 最主要是吸收这些羊腊条的汁 很棒的 稍后再做一个飞水和大家继续讲 好了,在锅里放了些水 接着净水,放些羊腊条 放些羊腊条 刚刚刚盖过的羊腊条 就可以了 盖上盖上盖 现在水滚之后 现在我开大火 水滚之后,转到中火 放到3-5分钟 就够了 到时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羊腊条已经飞了5分钟 现在我把它倒出来 清洗,清洗后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羊肉就 冲洗完 浸泡了一会儿 一会儿水 接着就放一些面粉上去 放一点薄薄的,一会儿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就这样逐件逐件放 除了骨头那边 三变都放一点 放一点 面粉也没所谓 除了不要用高筋面粉 中筋、低筋 放一点面粉就可以了 好了,等我盖上盖面粉之后 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羊肉已经盖上盖面粉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 继续了 锅里面我放了1-2茶匙的油 不用太多的 待会儿羊肉煎一下 它会更多的油 现在先放一些姜 然后先煎香 好了,姜就开始慢慢煎香 我现在用一个中火 再放一些姜 然后放一些 红奶芝 其实有点像我做牛尾 步骤 这些羊腩 我不用用白锅煎 因为这些不是生羊 它的油分 就没有生羊那么高 而且它的酥味 也没有生羊那么重 所以我不用用白锅 去煎 这些羊腩 再撞滚水 如果大家看到 我这个羊腩煮的做法 就有点不同 所以这些是省功夫 这些羊 现在就用一个中火 继续慢慢煎这些羊 因为泡了面粉上去煎 有一个好处 待会你炆完之后 那些汁就会浓一点 你也不需要再打一层 好了,现在我们要煎 大概煎到每一边煎到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之后 我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煎了两分钟 现在就反到另一边 反到另一边 反到另一边之后 同样都是两分钟 如此类推 好了,又裹了两分钟 又反了 现在就要煎到它 微微金黄色就可以了 好了,反完之后 煎到最后这一边 两分钟 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最后两分钟都完成了 现在就加上冬菇 下去 不停地翻动一下 然后就把之前浸冬菇的水 加上去 加上冬菇水 也不够的 再加上冬菇水 再加上冬菇水 那些水就刚刚盖过的羊鸩 之后就是羊辣条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羊肉 然后就加入调味 加入一汤匙的蚝油 一汤匙的生抽 一汤匙的老抽 三茶匙的糖 如果你用冰糖的那些 你只需15-10克 然后半茶匙的盐 开大火煮滚 还有一个香料包 记得把它放进去 好了,汤汁煮滚了之后 盖上盖子 转到一个慢火 先炆一小时 炆一小时 一小时之后 再加上枝竹 因为太早下枝竹 那些枝竹就会太软了 好,一小时之后 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现在炆了一小时 再加上枝竹 再加上枝竹 已经开始淋 骨头都出来了 来,把虾肚肉 cooked 倒入以后 先试一下 很好吃 现在把它转成中火 再盖上盖子 煮了半小时 让枝竹完全入味 吸入汤汁,顺便可以做一个收汁 待会半小时再继续 最后的半小时已经炆完了 现在就夹出来和大家继续 这个红烧羊肉就已经完成了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记得留意我下一集的影片 多谢大家,拜拜!